只有七平大小的空间里 屋主希望展示藏品 摆放queen size 床组 以及特色的附层空间 这样的小小梦想能实现吗 基于屋主对瑜伽的梦想与热情 乘坐设计罗世纯设计师 首先将3米3的楼高 切割出上下楼的空间 透过曲线勾勒出附层范围 增加上幅的空间 增加视觉上的柔和感受 同时也将楼梯巧妙地 安排在既有柱体的一侧 除了小米大柱的压迫感 在楼层串联的功能中 又能增添冰箱及收纳的效益 楼上的空间满足了 屋主想要的queen size 床组 以及开放式衣柜 收纳柜与抽屉柜 一楼则为开放式的客餐厅 自然树洞的桌板 与一旁的挺拔石木 玄关及楼梯的沉稳石材 映射出自然且直浦的居家氛围 在这个小宅空间里 每一个选材 每一条线条 都经过精心挑选和设计 简约的量体与材质相融交错 展现了空间的诗意美学 藉由柔梅曲线贯穿整个空间 透过异材质相互交织 赋予空间更多的层次与矿位 让这个七平小宅 不仅是一个居所 也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天地 更是一个质感十足的家 轰尼 高品质制造箱直够 直接点 多样风格 直接点 直够居家好物 轰尼直接点 轰尼合宜家居 有装修需求该如何规划预算 无论是全市装修 局部装修 还是轻装修 都可以轻松在线估算